Hello Hello,你好,我是Frank 从这课开始,咱们就开始起飞了 前面的课文,咱们讲的都是一些小沙拉蜜 也就是这种特别短的小问句,或者小回答 今天咱们这句子稍微加长了,而且是一篇小文章 这篇小文章我给你讲完之后,你会具备一个非常狠的能力 就是从此以后,你会描述了,你会描述场景了 比如别人问你,你家客厅里都有啥呀 你家厨房里都有啥呀 这时候学完这课,咱们就会了 好,先课这个课的标题叫做Mrs. Smith's Kitchen 史太的厨房,啥叫史太,就是史密斯太太啊,简称 好,这标题里如果有不认识的,没关系啊 咱们在课文里面认她 好了,课文咱们现在走起啊,这啥地方啊 这是一个kitchen,这是一个厨房啊 家里都有厨房吧,没厨房的话只能天天吃外卖了啊 好,那么这个厨房是谁的,这个人叫史太 他不是史太龙啊,他是史太太 史密斯太太,Mrs. Smith 来看咱们画面底下这行字啊 Mrs. Smith's kitchen is small 有不认识的词吗?应该没有啊 但是有发言发不好的吗?应该有 来咱们一个一个熟的啊 第一个叫Mrs 这个词表示夫人的意思 之前咱们讲过了啊 表示先生是哪个词呢?叫Mr 也就是这个词开头的这两个字母 M跟R,Mr 然后在他后面加了S之后 注意读的可不是Mrs 不要这么读啊,是Mrs 而且最后这个S呢,他发着一个声带震动的Z的音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这词呢,就表示已经结了婚的女人 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啊 居里夫人,杜莎夫人,辣相馆 就是这个夫人啊 包括我们中文的名字啊 王夫人,李夫人,刘太太都可以用这个词 Mrs 好,下面一个,这个值得说了啊 这很多老师都不知道 我看有不少读性刚天课文的,这词都读错啊 首先Smith,这是一个姓 翻译成中文叫史密斯 这个词有意思啊 它是以S,就是一个S 这个感觉摩擦力很强的一个S这个音开头啊 然后后面呢,是一个S 这是一个咬舌音 把舌头放在上下牙之间 轻轻的气流通过 这样的感觉 很丝滑的感觉啊 就像德福一样丝滑 这两个音我再分别读一下 你体会一下区别啊 第一个音是S 摩擦感很强 第二个音呢 S 气流的感觉比较强 所以这个词呢,就是Smith Smith 好,那么它后面加一个PS 这叫什么,所有格啊 史密斯德 这个就很多人不会读了 有的呢,读成Smith 把每一个音都读清楚 这个显然不是母语人士读的方法啊 因为即使老外的话 他这么读他也累啊 所以说正确的读法是什么呢 把后面这音读成T 也就是动词,大词 那个词 所以真正的母语是英语的人呢 他读这个词的时候就是Smith 同样的道理 还有下面这个词 月份这个词大家会说吧 天是Day 星期是Week 月呢,是Month 六个月 在月份的后面要加复数 那正常的读法应该是Months 这读的就有点狼狈了啊 那怎么能轻松点呢 直接读成T 就可以了 Month Month 这个现象呢 我也是直到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词读得很不得劲 然后我去问我多外教 他们说啊 我们都这么读 直接读成T 然后我就恍然大悟啊 醍醐灌顶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说 讲了半天就这么简单个事啊 好了 现在这人的名字 咱们搞定了啊 小史泰 那今天我们要参观的是 史泰的啥呢 是他的厨房 叫kitchen kitchen这个词表示厨房的意思 现在咱们拿它来造个句子啊 这个就是史密斯的厨房 你可以说 This is Mrs. Smith's kitchen 好,那么当我们说到kitchen这个词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到另外一个词 叫chicken 把它来反过来 一个kitchen 一个chicken chicken表示鸡的意思啊 我们就要去肯德鸡 这肯德鸡呢 KFC 这个C就是chicken 另外肯德鸡 你进到店里 你会发现一句话 在墙上写着 这是他们的slogan 也是他们的公司口号啊 叫We do chicken right 怎么理解呢 不是说我们做鸡是对的啊 也不是这么翻译 这话意思就是说 我们做的鸡是正宗的 是right的 是对的 是好吃的 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做鸡 那这翻译也不太好啊 肯德鸡官方给出的翻译呢 是我们是抨鸡专家 好像也不打地啊 好咱们接着来看啊 这个鸡这词 咱们顺便再说一句啊 养鸡怎么说呢 叫keep chickens 注意啊 这个鸡是个可数名词 后面是可以加s的啊 因为鸡呢 能数得过来 好下面再给你补充个小词啊 这词跟kitchen还是有关系的 在后面加了点小尾巴 就是ette这个小东西 它的发音发生变化 因为这个词太长了嘛 而且人是后家的 所以说重心挪到后面去了 变成kitchenette 这词表示小厨房的意思 那么后家的这四个小字母啊 叫ette 它就表示小的 或者是微缩的 这种东西叫什么 今天我第一次说这个概念啊 这种东西叫词坠 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一种背单词的方法 叫词跟词坠背单词 现在外面很多的培训 说万词班啊 我能教你背一万个单词 它不是说一个一个教你啊 它是告诉你这个词 它的词根是什么 词坠是什么啊 然后号称就是 你把这些东西弄灰之后 你随便看到一个词 就能把它理解什么意思 但是我要告诉你啊 这纯属做梦 因为呢 通常一个词跟和词坠啊 它有很多种意思 所以很多词跟词坠的讲法 是非常牵强的 就硬往上整 还不如直接记那个单词 省事呢 好 顺便说一句 单词到底是怎么背下来的 肯定不是啊 只用词跟词坠 或者只用联想法 或者是你捧着一本书啊 这个比如说kitchen 厨房 厨房 kitchen 不是这样 写一百遍也没用 它一定是要在这个语言环境之下 比如说上面你看到一张图片了 这是个厨房 告诉你这是kitchen 然后给你个句子 the kitchen is small 这个厨房很小 在读这样的段落的时候 带着话来读的话 这个单词才能记住 所以现在 我希望你掏出一根笔啊 把我下面要说的话 写在纸上 这话特别重要 请你一直记着啊 任何脱离了上下文的背单词 都终将是徒劳的 这个小学生朋友 徒劳这个词能听懂吧 就是没有什么卵用的意思 好 接着还是回到咱们的一片子上啊 我不说了吗 这个ETT 它是个小词坠啊 这叫后坠 因为它放后面了 它表示小的 或者微缩的 另外有一个词 咱们现在能对上了 就是雪茄和香烟的关系 cigar表示雪茄 大雪茄最粗啊 那我在雪茄的后面 加上一个ETT 它就变成了香烟 变成了cigarette 就是一个小型的雪茄 包括咱们上面 刚说的这个kitchenette 在kitchen的后面 加上了一个ETT 变成了小型的厨房 就是小厨房 好了 回到咱们cover里这张图片啊 Mrs. Smith's kitchen is small 史密斯夫人的厨房很小 注意这里面最后一个词 small 咱们也是刚讲过不久 表示小 顺便再回忆一下 它跟little的区别 这个small呢 它指物理上的小 比如说地方很小 或者这东西的体积很小 它的反应词呢 是large 你可以说 my nose is small 我的鼻子很小 my mouth is small 我的嘴巴很小 然后到了这个little呢 little这个词 它可以表示小 也可以表示少 而且它有一层附加的 小而可爱的这种感情色彩在里面 比如说little baby 小baby 或者是little girl 小女孩 好 接下来看下面这句话 你看啊 右边出现了个小对号啊 现在我们要说这个了 冰箱 叫refrigerator 好 我先给你把课文里这句话 先读一下啊 就是说这个厨房里有个冰箱 那这话怎么说呢 there is a refrigerator 来这个词十有八九 你应该是不认识啊 因为它太长了 而且不是很好读啊 这种词呢 叫多音节单词 多音节单词 一定要找到它的重音在哪 我们先来看看音标啊 如果还不会看音标的话 你可以去用几个小时的时间 去把我的这个极简音标课 给它迅速过一遍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就够了 然后呢 到课文里 咱们再说什么概念呢 再说什么音标之类的 就能达成共识了 好 首先我们先看看这词的写法啊 我可以先把它拆一拆嘛 前面的re是一部分 然后中间的fridge 然后后面的是rider 这拆开了就好读了 好 前面读成re 后面的是fridge 然后再往后是rider 所以连上先慢点啊 refrigerator 练得熟了练得快了之后 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 这个词表示冰箱的意思 也可以表示冷酷的意思 我们生活中经常说的 把这个食品保存在冰箱里 就是这句话啊 the food 对food是食物的意思 was kept 这里面我用了一个过去式 加上被动语态 今天呢 你只需要听这两个概念就可以了 不需要明白它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是时态方面的 过去式嘛 英语跟中文不一样啊 人家有过去式 这个过去 现在和讲来 有三种时态 然后呢 又分成被动跟主动啊 当然咱们中文也有主动跟被动 食物肯定不是自己钻进冰箱里的 那肯定是被别人放去的啊 就是被保存在冰箱里 OK 接着回到这句话 看后面怎么说 在冰箱里就是 in the refrigerator the food was kept in the refrigerator 好 那么这个词讲完了 再给你介绍一个它的简化版 也可以说是乞丐版 低配版本 就是把前面这个re去掉 后面这个reader也去掉 因为它太长了嘛 即使老外的话 日常生活中说这词 它也比较费劲 所以说呢 通常在口语当中 我们直接说 这个冰箱叫fridge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咱们造一个句子啊 说它是一个白色的冰箱 白色这个词叫white it's a white refrigerator 好 接下来呢 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用的句型啊 叫there be的句型 刚才咱们课文里说的是 厨房里有一个冰箱啊 这里面的有 我用的就是there be的句型 我用的是there is 这个be呢 到现在大家都可以理解了 有什么呢 is am or 也就是表示是的意思 there be的句型 主要用来表达什么呢 某个地方 有某个人或者某个东西 或者某个时间 有某个人或者某个东西 我们先看一个例句啊 一会儿给你详细解释一下 这东西是怎么来的 比如当你想说 椅子下面有一个足球的时候 我们会用这样的句子 there be的句型啊 there is a football under the chair 其实啊 这句话最原始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a football 一个球 is there 在那呢 在哪呢 under the chair 所以由这样的一个句型 我们把is there 提到最前面 然后发生了一个倒庄 这其实是一个倒庄句的用法 啥叫倒庄啊 is there 就是正装啊 正着装 那我倒过来装 就是there is 所以呢 这会儿你明白了吧 这个there be的句型 本质上就是一个倒庄句 但是呢 平常你也不用记这么复杂啊 它怎么来的 你只需要知道这个there be的句型 它就表示有的意思 当你想说哪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桌子上有苹果 直接是there be开头啊 there is an apple on the table 包括像下面例句率给到的这个啊 书桌上有一只钢笔和两只铅笔 这个等于把刚才的问题升级了一下 因为现在有两个东西 那你是用there is 还是there are呢 其实之前啊 咱们在讲那个 给他拿大一和雨伞的一课 已经说过了 只不过当时用的是this is 这是您的umbrella 跟您的coat 当时讲了一个什么原则呢 叫就近原则 桌上有钢笔和两只铅笔 那么钢笔是几只 一只 谁离的there be的句型近呢 钢笔 所以说前面就用单数 there is a pen and two pencils on the desk 好 接下来呢 再介绍一下这个there be句型的否定形式 刚才说了 有什么东西 我现在想说没有 比如说这个冰箱里果汁没了 怎么说呢 there isn't 只需要在there is的后面加上not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呢 isn't就是is not的缩写 好 there isn't any juice in the fridge fridge我们刚刚学过了 是refrigerator它的缩写 好 再来造一句话 商店里没有铅笔了 there aren't 这个aren't就是are not它的缩写 there aren't any pencils in the store OK 现在还是回到我们熟悉的画面了 我们讲了半天 其实就在讲课文的这句话 这个厨房有一个冰箱 there is a refrigerator in the kitchen 你看 其实这个there be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要学习的句型 你只需要把这个冰箱这样的词 包括后面的厨房这样的词 直接替换就可以了 比如说卧室有张床 或者是楼里面有一个办公室 只需要把这两个名词一换 就轻松搞定了 所以说这个句型表示有什么的句型 非常棒 好 来看下一页 the refrigerator is white 很简单的一个主细表的结构 因为中间是一个必动词 也叫细动词 这个结构叫主细表 后面white 这词表是白色的 是个形容词 形容词做表语 好 那么看到这儿 你可能会还有个问题 刚才这个refrigerator 前面用的是er 为什么在这儿就用的是the了呢 我们来看看 er叫不定管词 the叫定管词 啥叫不定管词呢 比如说a table 就是一个桌子 不一定是哪个桌子 有可能是我面前这个桌子 有可能是澳大利亚那桌子 但是当我说the table 比如说the table in the house 在房间里的这个桌子 我给它定住了 就叫定管词 我说的就是这个桌子 如果我说的是a table in the house 可能我这个房间里有好几个桌子 你也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 好 那么这时候就有一条规则了 当你第一次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要用不定管词 比如说上一页那句话 就是厨房里有一个冰箱 然后在这页上 我第二次提到它 就不是在饭纸了 而是说就是这个厨房里 刚才说那冰箱 就是它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定管词 the 好 那么这句话 the refrigerator is white 冰箱是白色的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句型了 后面的white也可以换成green 当然现在用绿色冰箱的人很少了 已经 像我们小时候 这个冰箱基本都是绿色的 包括现在你可以换成什么 灰色 或者银色 silver 或者是gray 灰色 好 再来看下面一句话 it is on the right 这里面的right表示右边的意思 你的右手就是right hand 注意啊 这里面可以直接用it的原因是 上文刚说完the refrigerator 也就是说刚提到了这个冰箱 那么现在这句话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代词it来代替这个冰箱 就不用再重复啰嗦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右边这个词啊 男左女右 长得厕所出来了 在右边注意这个借词要用on 在左边同样是on the left left这个词一会在课文里还会出现啊 现在我们要学的就是right这个词 表示右边 这个词是不是感觉刚才见过了 刚才是肯德基的口号啊 叫we do chicken right 那里面的right呢 表示正确的合适的方式 你不能给他翻唱 我们在右边坐机啊 那不行啊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学习的这个right 它就表示右侧的意思 注意他的读音啊 这个呢 嘴巴要张得很大 而且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啊 张完之就不管了 你看他的音标啊 其实是先发一个啊 然后是一个一 这嘴巴还要缩回来 就是画一个大圈 最后要e收回来 所以呢 这个词的读音就是right right 好 接着咱们再往下看啊 接着往下介绍 刚才说完这冰箱了 在右边 接着呢 左边有啥呀 there is an electric cooker in the kitchen 好 这句话里可能有两个词不认识啊 一个是electric 一个是 cooker 这东西是啥呢 咱们先找找啊 左边有啥呢 不就是一个炉灶子吗 在这啊 炉具 好 咱们先看看这个electric这个词 其实这个词啊 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啊 很多场合 或者很多设备上 它会标这个e 这个e呢 就是electric 它就是用电的 包括现在非常流行的 这个新能源车啊 电动车 我们经常听说什么 五菱宏光EV 然后动不动就哪个电动车 型号后面加这个eV 两个英文字母 这个eV啊 其实这个e就是electric 然后V呢 是vehicle vehicle表示汽车的意思啊 就是电动车啊 这没什么高大上的 EV就是电动车的意思 electric这个词表示用电的 我们可以用它来造很多词啊 比如说电灯 就是an electric light light表示灯或者灯光 因为灯还有没有灯呢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电灯 就是electric light 另外同时你注意啊 这个electric前面加的这个 这叫啥不定观词啊 加的这个an 注意它不是鹅 为啥呢 因为这个electric 它的开头字母 是以一个原因因素开头 所以说前面用的是an 包括这个苹果这个词apple 也是以原因因素开头 所以说是an apple 好 接着再咱们再造一个啊 我们现在经常用的电动牙刷 这东西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不在用啊 反正我呢 是一用上了就回不去了 就没有法再用这个手动的了 这东西确实好用啊 电动牙刷叫an electric toothbrush 其实牙刷这词没什么好难的啊 这前面呢 别看挺长啊 前面是tooth牙齿的意思 后面brush刷子 刷牙的刷子就是牙刷啊 toothbrush 好 接下来由这个electric 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词啊 比如说扇子叫fan 那我给扇子通电 不用自己手摇了啊 让电给我摇 那就是电风扇叫electric fan 电运斗呢 把这个烙铁给它通电 烙铁 铁 就是什么呢 叫iron 电运斗就是electric iron 那电饭宝呢 其实是我们一会儿要学那个cooker那个词啊 咱们可以先透露一下 cooker它本身表示炉灶的意思 然后电饭宝嘛 这个炉灶是我说出来做饭的 做饭的炉灶 所以说电饭宝本质上还是一个炉灶啊 只不过呢 现在把它做得更美观了 更独立了啊 但这词呢 英语里还是跟炉灶有关 它的全称是electric rice cooker 电的 做大米饭的炉灶 好 最后再告诉你一个日常生活动用 也是非常常见的啊 叫电动剃须刀 electric shaver 这个shave呢 就表示刮的意思 shaver就是刮胡子的这个工具 好了 下面我就来到这个cooker这个词了 其实这个词呢 来自于cook cook这个词很简单了 表示做饭 它是个动词啊 那变成名词之后呢 就表示可以做饭这个东西 变成了炉灶 炉灶分燃气灶跟电灶 燃气呢 叫gas 一个燃气灶 你可以说 a gas cooker 一个电灶呢 就是an electric cooker 好 那么说到cooker这个词 我还要给你做两个词的便析啊 别争混了 我们想说厨师的时候 很多人想当然啊 在cook后面加上ER 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不对 厨师这个职业的人就叫cook 然后厨师里的主厨呢 叫chef 注意这个词不读成chef啊 它是sh 它是师的音啊 chef 好 接下来咱们造一个小句子啊 说这是一个电饭宝 当然在平时日常沟通的时候呢 我们不用把它说全了啊 你直接说这是一个rice cooker 大家都知道什么东西 这个electric就不用飞在带上了 好 it's a rice cooker 好 接下来呢 让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科目的这句话啊 现在我们就明白了 每一个词都搞定了 there is an electric cooker in the kitchen 首先there be的句型表示有 有什么呢 一个电的炉灶 在哪呢 in the kitchen 在厨房里面 好 那么按照刚才的描述的规律 因为说完这个冰箱的时候 人就说了 这冰箱是is white 介绍颜色嘛 那么接着炉灶 咱们要介绍颜色 the cooker is blue 这没什么好说的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主系表的结构 blue是蓝色的意思 然后同样的顺序 接着说 它位于这个房间的什么部分 是左还是右呢 在左侧 it is on the left left这个词表示左边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 每周五都会有一个舞会啊 一个非常好的社交的场合 然后呢 每次都会有一个集体舞的环节 就是大家排好队 把手呢 搭在前一个人的肩膀上 然后就听着下面这个音乐 一起蹦 left left right right go turn around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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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非常动人的旋律啊 听完事我差点跟着蹦起来 这里面唱的第一句话就是left left 然后是right right 啥意思呢 就是左脚左脚右脚右脚来跟着一起蹦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指令啊 好 下面我来一幅小图啊 来考核一下你 看会不会说啊 首先呢 这个答案已经给在右边了啊 答案 is on the right 答案在右侧 好 这两个杯子 我现在指着右边这个 我让你说它在右边怎么说呢 it's on the right 这是不是对你来说 有点过于简单了啊 那么这个呢 在左边怎么说呢 it's on the left 好了 那么现在对于on the left跟on the right 我还要再补充一点啊 一般的情况下呢 用到左和右这两个方位词的话 前面都会有定贯词或者是物主代词 定贯词咱们刚才说了啊 就是the 对吧 在左侧 不能直接是on left 一定要加个the 那什么叫物主代词呢 就是这个事啊 明花有主了 这个物有主 什么叫物主呢 比如说我的 是他的 谁的 对吧 这叫物主代词啊 这类词都有什么呢 my 我的 他的 his 或者是her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给你举两个例子啊 什么时候加物主代词呢 比如说 she sits on my left 他坐在我的左边 还可以加my left 然后 there is a tree on the right 右边有一棵树 直接加定贯词 the on the right 好 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 接着左边介绍完了 右边也介绍完了 接着呢 中间是什么呢 there is a table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好 这里面讲一个词叫middle 这词表示中间啊 刚才学了右边 学了左边 现在学中间啊 左中右嘛 这个词首先还是说一下发音 这个词在middle的时候 最后的时候呢 舌头是需要顶在上牙齿的背面的 因为它是l这个音结尾 l的音结尾啊 middle 这样的感觉 这个词其实很好记啊 你还记得之前我说那个穿衣服的吧 买衣服的时候 大号是l号的 large 小号是small s号的 然后中号什么呢 m号啊 这个m号就是middle size 中间的尺码就是m号 就是它了 middle 好了拿这个词 咱们可以造几个小句子啊 首先第一个 在屋子的中间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其实也就是咱们课文的这句话了啊 好 再来一个 在五月份的中间 五月中旬 the middle of may may就是五月份啊 然后april是四月 jorn july august 这个应该在新开店之前 大家都应该学过的啊 好 再来句 在半夜时分 所谓半夜呢 就是一个夜晚 给它分成两半 在夜的一半 就是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好 最后还有一个啊 大家听新闻经常听到一个词 叫中东 其实这词很简单 东方这个方向叫east 然后像伊朗啊 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呢 在东方的中部 像咱们中国呢 就属于东方的最东边了 所以中东这个词啊 非常简单的构词方法 the middle east 直接把中和东拼一块完整了 OK 还是回到咱们口里这句话啊 房间的中间有一张桌子 刚才说完了 on the right 然后on the left 接着呢 现在是中间 in the middle 注意借词发生了变化 这时候我们用的是in in the middle 而不是on the middle 好 房间的正中间有一张桌子 there is a table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好 这里面说一个小词啊 就是这个of 注意不要把它读成off 很多人读成off 那不对了啊 这个词呢 是一个 看它的音标 然后是一个 来看两个例子啊 比如说桌子腿 桌子长腿了 就是the legs of the table 牛筋地图 就是这个地图 是关于牛筋的 a map of Oxford 好了 接着我们继续看课文啊 接着就开始在介绍 这个桌子上都有什么东西了 剩下的课文都非常简单的 都是我们之间学的东西 只需要套用 咱们今天学这个 derby的句型就可以了 桌子上有个瓶子 there is a bottle on the table 然后瓶子我们再给描述描述呗 这瓶子是装水啦 装可乐啦 还是空的呢 这是一个空瓶子啊 这瓶子是空的 the bottle is empty 你看为什么说 新开店的课文设计的好呢 前面告诉你了 这个bottle什么意思 然后empty什么意思 然后那节课呢 稍微使用了一下 那么这节课 我再把它用一遍 来回的用 这就是循环上升 单词就是这么被记住的 需要使用它才能把它记住 好 瓶子和空的这两个单词 现在已经不是生单词了 bottle表示瓶子 empty表示空的 好了 现在介绍完瓶子 我们再往左看 on the left 在桌子上的left的左边 这是什么东西呢 一个小杯杯 一个小cup 桌子上还有一个杯子 怎么说呢 there is a cup on the table 注意 这时候来个逗号 后面还有一个词叫to 这个词其实我们之前也见过 nice to meet you 然后回答 nice to meet you too 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或者简单的回答成什么呢 me too 这个to就表示 也的意思 注意它的发音呢 嘴巴要撅圆了 这样的感觉 to 好了 接着往下介绍 按照刚才的套路 说桌子上有个杯子 接着介绍杯子怎么样 是干净的 还是埋态的 the cup is clean 好 clean这个词 也是出现在咱们前面课文里的 这词表示干净 那么跟它反义词的是什么呢 脏的 埋态的 那叫dirty OK 以上呢 就是咱们今天的25课 感谢你听完 我是Frank 我们下节课 再见